走吧 我们去领略一下酒债沟 好 走 出发 世界只有一个酒债沟 酒债沟不只有酒债沟 我的理解 酒债沟这三个字 它作为一个定名 对于外界来说 它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名字 但你真的要问起 可能酒债沟有什么 你来了才知道 没发现比你想要更多 是 终于到了 白马歌舞圣 你好 欢迎 你好 你好 远方的客人 到我们白马山寨来 这里是我们酒债沟 蓝大门 也是我们大熊猫的乐园 白马山寨 怎么称呼您 我杨老师 杨老师 老师好 好的 咱们一起到我们白马山寨 我给你们带路 好的 谢谢 村里面大概有存白马账族的 有七十来富 一百多人 白马人勤劳 蠢朴 善良 好客 自欺自足 杨老师 全村都来了 不是 全村人们高兴 欢迎我们珍贵的客人 我已经看到了 舅舅你先来 我们远在这边 我们远到这个人 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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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阿里 不仅是 阿里 所爱 你们是正确的证人 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 你们是风吹起来的 你们爬山水水 干了 说干了必须干了 谢谢 请大家向后转 向后转 咋了 有破绽 有破绽 这也有破绽 过分了吧 现在进入快问快答环节 每人只有一次抢答机会 有种学生突然被考试的感情 请问 刚刚藏族山哥表演中 插白色羽毛最多的一顶帽子 插了几根羽毛呢 开始抢答 飞行员 两根 回答错误 继续抢答 四根 回答错误 五根 回答错误 博远 三根 回答正确 等一下 那其他没有答对的人将接受一个小惩罚 白马人的传统的惩罚方式 请道具 上木柴 木柴 这里 除了博远 除了博远 每人搬运一捆柴火 将这些柴火搬运到终点 就是大家的惩罚 对 对 介绍一下羽毛 一般迎接我们珍贵的客人就是两个人 对称两根 因为老年人有一根 还有一个三根 最多的三根 对 你们是按这个区分的吗 对 对 咱们往前走 迎接我们的是我们的飞鱼之夜咒舞 应该是我们白马人的最高几天 哦 做带着动物面具的迎接 它是代表一种万物的幽灵 所以我们客人 吉祥 情安 气负 唐时期 所以我们这个庞宫里面 就带着动物的面具跳舞 好 咱们跟着跳舞 一起往前走 平时只有过年的时候 对 庞飞行的 富与二同的 玩家都是要 比如说生日出餐 九月出二 或者生日出五 出十 就是这样的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